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 我是梦幻酒房在我家的Vivian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快速做出一碗浓白汤头的阳春面 而且这个阳春面还是自己手工自制的鸡蛋面 做法真的简单又快速 按照这个配方调配出来的汤头 真的是汤鲜味美 绝对是比泡面更健康 然后不输泡面的美味 爱吃面条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能够快速做出浓白汤头阳春面的做法 保证你一事成主顾 懒得自制面条的没关系 也可以买市售现成的面条哦 主要是快速做出这个浓白的汤头 不啰嗦赶快来准备所有材料的部分 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一目截图 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 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 先来做个古早味的鸡蛋面 基本上是100克的中筋面粉对上一颗鸡蛋 以此类推300克的面粉就对上三颗鸡蛋 但因为鸡蛋大小不同 可以用2-3大匙的清水来调整面团的软硬度 就搅拌到碎面片状没有粉粒残留 其实这时候就可以手擀成一大片的面片 那我刚好有慢磨机哦 最近很爱用慢磨机来压面条 跟我一样有慢磨机的朋友 可以换上制面头来压面条 很疗愈 没有制面机的朋友没关系 可以手工擀成面片 手工切成面条 或是有另外压面机的朋友 也可以用压面机 懒得自制没关系 就买市售现成的哦 看是用普通阳春面或是鸡蛋面都可以 如果用的是慢磨机 在面条成型的过程呢 记得要撒手粉 可以撒上高筋面粉 或是太白粉 束束淀粉 这些都很适合拿来当手粉 防粘粘 很快鸡蛋面就搞定了 手工鸡蛋面现做现吃最好吃 多做了可以冷冻起来 或是用干燥机干燥之后再保存 那我这个等等就要拿来做阳春面 然后我发现呢 我这个配方也很适合拿来做刀削面哦 因为它的硬度很够 很好削哦 然后这个刀削面的刀呢 网络都可以找到 面条做好之后呢 我们来调个阳春面的汤底 虽然等等会教大家怎么煮出浓白的汤头 但是整体汤头的鲜度还是要靠调味 这三种提鲜的东西可以三选一 紫菜炸菜或是虾皮 三种至少选一种或是三选二 三种全放当然是更鲜美啦 那我今天只放两种 虾皮跟紫菜其实这碗就够鲜了 另外这一大匙的猪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特别的香 建议第一次做的时候可以完全按我的配方 之后再调整咸度甜度酸度哦 接着能造成浓白汤头的撇步要大公开咯 锅中需要加入适量的油脂 然后油温不要过低 有点像是半煎炸的方式 把荷包蛋的外表呢 煎得有点脆脆恰恰的 这个步骤的油脂不要少哦 就是要有油脂有蛋白质 然后再加上大火滚的过程 就可以造成浓白的汤头咯 这个主要是一个物理性的原理 有油有蛋白质融合在一起 接着在这个荷包蛋当中呢 冲入热水 然后维持火力中大火 很快就滚沸了 透过滚沸的动作 把蛋白质跟油的分子 透过滚沸摩擦 就可以造成乳化的效果 这样子汤头就会变成浓白色的 不过这只是视觉上的效果 鲜度呢实际上还是要靠调味 所以刚刚前面已经调了个基底了 接着是懒人法 直接把面条放入 也不分开煮了 就直接一锅到底 新鲜面条煮起来真的很快 大概一分半钟就煮熟了 接着加入洗好的青菜 再煮个30秒左右就差不多了 然后这个面条的软硬程度 大家也可以自己尝一下 想再软一点的话就再拉长时间 觉得差不多了就可以关火 再加做呢 可以直接冲入调好的料 因为我拍片嘛 还是要注意美感 就是把它分开放 放面条 放青菜 放上荷包蛋 然后把浓白的汤头冲入面条当中 哇塞 你看这个浓白的汤头看起来真的很赞 撒上葱花或是香菜 零点芝麻油就可以上桌开吃咯 超好吃的浓白汤头羊春面 等你交作业咯 绝对正在底下 我只为我收拾太多了 不不不不不不 只能 放弃我自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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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 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然后记得分享给亲朋好友 让他做给你吃 耶稣爱你我也爱你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